解谷沙龙冰河离冰山践行开车大约40分钟 这个冰河湖原先并不存在 是因为地球的暖化 瓦特纳冰原不断大量的熔冰 才形成了今日的冰系湖 冰河湖内的浮冰色泽 透明的是年轻冰块 空气还可以反射完整的光线 浅蓝色则是老年冰块 经过千年冰川挤压的作用 变得密实因而吸收光线 只反射蓝光 黑色的则是沾染火山灰 想吃千年浮冰的请认名蓝色冰块 静静地待在湖边看浮冰飘移 阳光洒下真的很疗愈 如果你想更靠近巨型浮冰 可以报名游湖 搭水陆两用船或小艇 感受到类冰山的壮观 还能拍到在浮冰上的海报哦 不过穿梭的速度很快 拍摄很需要技术哦 在冰河湖的另一头就是钻石沙滩 可以开车过去离沙滩很近 但我们的司机从冰川下来 双腿一半残 只想摊在车上睡饱在上 不死心的我不想空流 静在眼前的遗憾 拖着半肺的双腿 通过一片鹅卵石地爬行前进 被海浪冲刷上岸的冰川熔冰 相看在黑沙滩上 在阳光照射之下 就像一颗颗光彩夺目的钻石 形成了钻石沙滩 钻石沙滩在出海口的东西两岸 鹅卵石路真的不好走 走路花的时间比想象中的长 我们没有力气去验证哪一边的钻石比较多 透明的钻石真的很大 浪灰一直带上又带下 我们没有遇到整片满满的钻石 网友分享10月底11月初后 钻石可以看到满山满谷的发发发 冰河湖逐渐扩大 虽然是让冰河湖的景色更美了 但也代表冰川正以惊人的速度融化 40多年间扩大了50%以上 地球暖化的速度比你我想象中的快 从冰河湖开车一小时可以到霍芬 霍芬也叫做龙虾镇 它是东部的第二大城 人口大约2100左右 在6月底7月初有龙虾节 是进入东霞湾的交界城镇 著名的龙虾餐厅都围绕在港口边 这间最多人推荐 座位数这么多 晚上8点了一样客满 没定位连后补都没机会 转站龙虾三明治 这间也是人气推荐 满满的龙虾内馅 很好吃耶 今天大家都被冰川撂倒 累到冰河湖跟钻石海滩都匆匆一撇 大家只想赶快吃完饭回去睡觉 这一间是我们在龙虾镇要住宿的房间 门口有一个草皮 看起来很温馨耶 有一些小造景 阳光洒下来的时候 感觉挺舒服的 哈喽 我们现在等民宿老板来帮我们check it 我们的房间又在二楼 啊原来我们刚刚在后阳台一直等 然后老板在里面 我们没有发现 好这个二楼不会很高 所以可啦可以接受 201的房间在这里 底下很温馨 我们来看看房间里是不是也很温馨呢 哇挺不错的耶 阳光洒进来 房间算很大 还有一个阳台 外面还有一个小客厅的空间 那今天呢我们有自己的卫浴 哦很棒哦 今天不用共用卫浴 但是一样是要拉行李上来 一楼的餐厅呢 这边有咖啡巧克力 你可以自己来取用 但是如果早餐的话 要另外再付钱 是10欧元 好那我们没有订早餐 但是可以去买些东西来自己弄一弄 哇哦 我坐在这边吃早餐感觉很不错呢 你看外面 不用客气 对 有 了 不 那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